欢迎收看小高全红蝉回家干农活曝光了 在自家的果园 他光着脚下地引来一片赞誉声 视频中全红蝉拿起锄头 铲掉果园里的杂草 显然是在帮助爸妈干活 他光着脚下地跟爸爸一起干农活 不仅如此 干完活全红蝉还打水 帮爸爸冲干净脚 有这样的闺女实在太幸福了 这样的全红蝉引来了网友盛赞 奥运冠军全红蝉回到了他的家乡 展现出了他朴实无华 贴心孝顺的一面 全红蝉光脚下地帮家人除草的行为 展现了他的勤劳 孝顺和不忘初心的品质 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冠军身份之外的另一面 他的举动获得了许多网友的赞扬 被认为是现代年轻人应有的态度 不但跳水牛气 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多给全红蝉一点私人空间 好不容易回家 还要面对各种镜头和骚扰 比赛之外 就不要过多关注和曝光了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全红蝉拿到了双人十米台的冠军 也完成了单人十米台的卫冕 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奥运三金王 在改写历史之后 全红蝉的人气也到了一个顶点 如今成为全中国最火的运动员 这种情况下 真的是很难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确实也让人心疼 全红蝉用行动诠释了 真正的成功 并非只有在领奖台上的一瞬间 而是让那些曾经陪伴自己 走过艰辛的家人 得到应有的尊重与爱惜 无论我们取得怎样的成就 都不要忘记初心感恩身边的人 还有一点 朴实的生活并不代表着平庸 反而是对丰富内心世界的滋养 看完全红蝉的故事 你似乎也该思量一下 这样的真冠军 我们身边还有多少 在生活的各个角落 我们都能发现 那些有着坚定信念的人 甚至包括你我自己 因此面对生活中的琐碎 咱们更应该保持一份厚重的情感 去珍视那些平凡的日子 和每一个善意的举动